他是寇王之王 都穿常去超市購物從不帶錢 只付機展的優惠券 他永遠可以把價格控制在一塊之內 為此經常遭到收銀員的白眼 當然他也不會放過刷牙 每天起床都恨不得巴萊拉高的皮 因為這樣刷起來才有感覺 就連燒文香 他也能掰成三姐 一家人呼嚨鬼的本事一個比一個能耐 甚至是孩子擦屁股的紙 媽媽也要硬生生懶腰截斷 可孩子下手又沒精沒壯 擦死的時候直接摳破了紙 媽媽還則怪他又浪費了一坨肥皂 老賈的生活雖然過得清平 但也算安穩自在 直到這天他收到了一個天打雷劈的消息 醫生告訴他得了扣癌晚期 只剩下十天生命了 於是好朋友勸他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就是認死 家賣化療 摳縮半生的老賈痛下決心賣掉房子 然後換了一筆巨款 接著搖上四個好機友 準備揮霍完瀟灑的離去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出 真的有頭上來的 等死兄弟四人來到五位級大酒店 對各種名貴的海鮮抓來五爪 什麼千年的烏龜萬年的豹 通通都點了一份 接著兄弟們來到卡拉奧 準備一醉方休 並放身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 為此還點了八十八個公主住信 他們努力摧平的樣子太酷了 就這樣老家體驗了各種花樣的項目 怎麼打走槍收平電車吃和飲有禁油 為了讓自己在下面活得更好一些 他還親自去天地銀行準備進貨 考慮到下面的通貨膨脹物價貶值 在算好匯率後 老賈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就是把你的電動收光 他得多久 你問的是得判多少年嗎 雖然只剩短短十天時間 卻是老賈一輩子最快樂的日子 他可以忘掉生活的壓力 也可以消對人生的起落 就算遇到昔日的女神 他也能從容面對 勇敢表白 雖然每個人都懼怕死亡 但我們更怕帶著遺憾離去 更怕被時間遺忘 為能留下自己的足跡 所以珍惜眼下的美好 為自己的夢想來奮鬥吧 感謝收看本期節目 請點贊 關注者們下期再見